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关心的是贫穷这件事 当女生物分文该如何在街头求生 过去几年有关心无家者与贫穷议题的团体 以流浪体验的方式 带领参与者在街头与街友们共同生活 从街友们如何赚取生活所需 日常生活以及就算要离开街头 得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挑战 都一一亲身体验观察 独立特派员记录了这场体验 一起来看看身无分文的人如何在街头求生 有 再加鱼食了 有吃喔 那我们里面多少 你看我第一句说先关心他们有没有吃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肚子饿得痛 好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准备开始了 我们今天准备给大家要求生的武器 就是大家手上应该都有拿到鱼衣 暖暖包 跟有一张50元的悠游卡 不能够赖任何自己的钱 然后自己的卡 在这个体验过程中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办法适应 你们想要退出的话 随时都可以退出喔 在你们记得退出的时候就要打电话给 跟你们的老师讲 然后打电话给工作人员 我们也还要帮点心理划给你 所以 你先走 我们第一次先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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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名称就是 穿高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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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高鞋的话 穿高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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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老师带着四个学员 原来组的话会带大家去 每个人身上只有简易的生活物资 没有现金也没有卡片 要用两天的时间在街头求生 实际体验无家者的境遇 就是 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要来台北 2007年袁瑞帶著兩千塊錢 與一張寫著提供宿舍的 粗工真人廣告北上 開著樓來 長轉在台北與新北之間 袁瑞學會如何在街頭求生 光是睡覺就有許多學問 睡覺的時候 節子睡比較離開 因為你睡著 你睡外面的地方 這裡是睡暗室 因為整夜不眉 走來走去 還要保存 你街友喝酒 在那邊家拿燒乾 你街友喝酒 你街友喝酒 說著街頭的生活打發時間 等的是清晨的工作來臨 天微亮公園保全開始叫大家起床 依照規定六點半以前 整個場地必須清空恢復原狀 同一個時間 另一群人也開始進場 驅牌發傳單以及出工與資源回收 是街頭生存的三大工作項目 不但薪資低 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 簡單的工作解說 就算完成之前訓練 不過因為工作名額有限 成員不得不想辦法爭取工作機會 不過因為工作名額有限 他們兩個公園 兩個人 只要一隻 只要一隻 他們的只要一隻 對 他們兩個人只要一隻 可以 我剛才你借一個人過錢 好嗎 你要十個去吃 我看給你 陳嘉欣是人身百味的工作夥伴 陳嘉欣是人身百味的工作夥伴 希望透過實際的體驗 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工作議題 與接觸的對象 翻配工作的同時 路邊已經有貨車及鄉行車等候 拿到工作的人也依序上車離開 上工前可以先預支兩百塊錢 同時名字也被簡化成一個號碼 好吃啊 好吃啊 借過去 回來要放十三號 好 就是做這個牌子 好 然後 十點開始 到六點 到六點 好 好 好 那如果雨大的話就算有雨 就讓它找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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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欣與夥伴共同守護著收屋廣告牌 廣告上的商品價格 以舉牌供一天八百元的工資計算 必須要風雨無阻 不吃不喝 舉牌二十三點八年才能買到 隨著時間過去 無聊的氛圍開始出現 不到兩百公尺外 也有同樣的工作進行 在喧囂的路口 有著廣告牌的兩個定點 卻相對沉默 哈囉 我到一趟下 你幾點 我給我到一趟下 拍下照片作為今天的工作證明 好 可以下課了 那剩下你就可以自己回去 對 龍帶是那邊 OK 對 零六百 那你們兩個都不可以 那剩下的 你們兩個站在那裡拍出了 對 兩個人一起拍 這把阿龐的 兩個人站在那裡拍出了 好 好 我問你啊 你們兩個 站的怎麼樣 嗯 心得 心得 不能講啊 今天站的心得怎麼樣 很辛苦啊 很辛苦啊 我會站到順序 但是會立刻就醒過來 你這樣直接大 你醒了 船員陸續回來決定一起吃晚餐 四人均分後一頓晚餐的代價是陳嘉欣一天工作所得的四分之一 吃過晚餐帶著紙箱回到公園 開始為今晚的住宿做準備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頭在這邊腳在那裡 還是把它轉過來 轉旁邊 就是 成員們還在討論著睡覺方案 附近卻有許多人已經熟練的打理好棋身之所 現在 把它再鋪在這個下面 把它鋪長一點 跑不容易鋪好的紙箱卻馬上被糾正 於是大家只好重新調整 就是 一切終於準備就緒 四人也開始安睡 大家昨天晚上有體驗過 睡在網咖跟睡在公園 那其實很多人應該都 一般社會大眾都會希望 街友不要出現在街上 一早成員與其他小組會合 有一些人他們可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 或是說他們取得了一些福利資格 福利身份以後他們可以去租房子的 那他們就會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住在萬華 因為萬華就是他們熟悉的生活圈 這一天要去探訪無家者 除了街頭之外的其身選擇 其實是供不應求的 那所以很多人就被逼迫住一些 其實它可能很不方便 或是不適合人居住的環境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一起進去看裡面 這一間是阿伯的房間 我們可以警察他 我們可以警察他 可以做完畢 我們還有便宋還有熱水打 還算是最低的生活條件 那個阿伯剛剛住的房間 差不多大概2乘2.2 差不多1.3坪而已 大家猜多少錢 3千 4千5 2千5 還有人嗎 2千5 2千5 還有3千 那個房間5千塊 5千塊 然後那邊還是違建 大家走上去二樓看的時候 會發現地板還有一點晃 雖然它是水泥地板 有點不太穩 那房東說這也沒有辦法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倒 剛剛那邊總共住了12戶 樓上那樓下 然後共用這一間衛浴 跟就整個生活的空間都在那邊 那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我們看不到的人 就是脫離街頭流浪生活以後的人 然後即使脫離街頭 生活對無家者來說依然是艱辛的考驗 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生活 然後努力工作的目標是什麼 那他可能甚至最後他就會選擇繼續追去街上 至少那邊有人跟他講講話跟他聊天 那有些身體不好 不方便出門的人 就像剛剛那些阿伯們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一個人 會死在他的房間裡面 都沒有人發現 一直到發出味道以後 房東才來通報 這是華音街頭對 所以台北車才是在這裡 可是我心裡怎麼在這裡 回到工作站 小組各自整理這兩天所見 每一組的活動都脫離不開幾個定點 這個路口附近的所有的東西 就是包含每個字 就是招牌啊 或者是 嗯 街上的一些什麼字 就是我花了三四個小時才把所有的東西都看完 我自己覺得我把它看完 嗨 阿勇 我來了 嗨 阿勇 我們今天麻煩你了 好 距離那一場流浪體驗過去半年 陳嘉欣拜訪席日夥伴 回想那兩天的街頭生活 感受依然深刻 舉牌就是非常的無聊 對 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工作 因為 嗯 大概是你站一天來是八個小時吧 然後就是一個小時會休息十分鐘 然後中午會休息一個小時去吃飯 然後其他的時間你就是 一直站在那邊顧牌子 你就會感覺到你好像 就是你的生命整個時間都 泡在那個牌子上 我們都相信每個人獨一無二 可是為什麼卻在認為有些人 就是試著生存這個時代裡面的時候 又要去認為說有些人的淘汰是理所當然的 從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的回收地圖 到石頭湯募集集齊物資給街友 蘇冠針一路走向與街友接賣者相關的社會企業 人生百味 對於貧窮議題 他倡議的軸心是 如何反思勝於與淘汰這件事 當你看待一個人的時候 不是把他看待成為一個立體的人 而是把他看成為一個所謂的生產力 對 所以當他今天生產力不夠的時候 當他的外表外觀不再那麼的 所謂的完好無缺的時候 那就會像東西一樣的被拋棄掉 窗外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燈籠 昭示著傳統世代裡的生活期盼 然而在快速生產快速淘汰的時代 墜落在社會邊緣的人來說 又能期待什麼樣的風景 臺灣貧富差距的現象日一二化 根據主記處最新的資料顯示 臺灣所得前百分之五的家庭 與後百分之五的家庭 所得差距超過一百倍 關於貧窮議題 獨立特派員也會持續為您關心 現在先休息一會兒馬上回來